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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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法律之多的环节 今天我请了三位嘉宾和大家讲的题目 叫做旧楼的危机 杀到埋身 为何选择这个题目呢 前段时间有一座大厦是三毛大厦 发觉有一个火灾 真是很惨 姐姐就消失了 也有很多灾害的问题 我们今天找了很多对于旧楼的危机很有了解 和大家讲一下法律和如何改善 我先来介绍一下 梁丽丝 大家好 我是梁丽 你是用什么身份来说 是深水埗区大厦组织联合的秘书 是了 OK 秘书梁丽 杨振宇 我是土瓜环那边的 啟德居民协会主席 在九龙城土瓜环区 你服务的地区就很近这个码头围到 是很近 前段时间45J你又有探望它 一年多前 今次也有惨劫 待会你讲一下那些情况 Milvin 大家好 我是陈上德律师 陈律师对这方面有些研究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一下 先讲话题 这件事也是一个悲剧 大家在一些报章上看到一些报道 叫三毛大厦 三毛大厦火警一莫属 或者是三毛大厦乱风涂生口 就是讲一下这些情况 在土瓜环附近 如果是看那些三毛大厦 就会包括是什么 没有法团 没有管理 没有维修 没有人理 没有网管 没有走火通道 天台走火通道封了 很多东西都没有 其实应该叫N毛大厦 就不只是三毛大厦 不如梁礼先讲一下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货灾 首先 都是旧的社区 一些深水埗 涂光环 湾仔 等等 这些旧的社区 以前的唐楼 大概都是四五十年的楼 就好像廖律师所说 没有历史流下来 没有管理 没有管理公司 没有业资业法庭 近一两年楼市都很长旺 所以叶展更加变本加厉 将唐楼隔开 劏房 你主要的问题是三毛和劏房问题 杨振义说的问题是什么时候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在土瓜人那里 其实也是引伸梁礼 刚才说的事情 没有管理 就算那些业主肯 有些业主老业主 几位业主出来搞 都不能够成立法团 成立不了法团 自然履行不了消防命令 所以上去就什么都没有 没有法团就是没有人管理 如果有法团也是有心无力管理 这是第一个情况 就是没有人去管理 这个三毛的情况 为什么会这么普遍 因为刚才梁礼也说了 很多劏房出租 有些业主甚至乎在外国 你永远都找不到 你怎么找他们出来 组织法团去管理 所以我们怎样都提 就是说在这些问题 主要是两方面 第一个是三毛 第二是劏房 不如陈律师说一说 劏房有没有犯法 劏房就很 要个别情况去看 因为那个单位 究竟是有没有一些 结构的改动 又要看看它会不会 改了一些喉管 或者通风的设备等等 有没有违反这个防火条例 是的 要看的 要个别看 个别看 个别看的话 即是有些是违反 有些没有违反 是的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法律就写在这里了 梁磊 先说一下这个劏房 是的 政府又没有得进屋 去看他们是否劏房 他们怎么知道他们是否劏房 其实在外面 都看到很大明显的迹象 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区里面都看到 一上去 你都上去探望 是的 那些低收入的人士 老仲弘 掌者老人家 那些都是自是那些很恶劣的环境 一个走廊 一眼看下去有五六间 七八间 整个U字形 那些很明显的 就已经看到是劏房 那里面有 即是他劏了一个 好像这样 这个单位 是的 劏开了一间间套房 自己又弄了里面的 厕所 那些煮饭 什么都在世界里面 独楼 当然有一些大厦 他的大门 只有一个门口 入到去再间几个房 就有不同的 中的 A房 B房 C房 那些很容易 亦都看到是劏房 如果说 入不到去做不到事 这个都是一个很牵强的理由 在乎政府做不做 那政府是不是应该立例 就是说可以 给他有这个 现在他都有权入屋的 申请 有法庭申请 入屋的程序 是不是这样 入屋程序 其实很容易搞得到 是政府 究竟他想不想搞 这个问题 另外就是 我们在议会里面 或者我们政党 民协等 十年八年前 已经向当时的 规划地政局 房屋处的处长 已经跟他说了 劏房 当时 十年前已经说了这个问题 如果他当日肯 听一下 我们地区里面 民间的意见 今天就不会发生 是的 杨振远 我看到 那些劏房 除了 劏了 那些单位之后 很多时候 最大的问题 就是在天台那里 就是 连天台的走火 都封了 封了 封了之后 整个天台 就劏了几间房 我个土瓜人 那里的情况 附近 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情况 其实就很多 因为 舊区 刚才那个武法团 武法团的人 就死罢难罢 霸了些地 就出租 其实那些是公共地方 就是武法团 没有人理 是 那些陈大文 就霸了他 有事的时候 你就永远找不到他 但是 出租收租 你就会找到 所谓的业主 有Jaxo 他就出现 但是他就 不会告诉你 他是谁 他还签了一些合约 是 他们签的合约 很有趣 就写着 一些租约 他又不会打来的 有些只是天天收租 是 那些 没人理他 于是他就用一个 叫 在社会上 就是去 abuse 这些东西 Jaxo就去拿 有问题的时候 其他人就失法了 陈律师 刚才说的劏房情况 有些是犯法 有些又没有犯法 哪些是明显犯法的呢 哪些是走法律 又不犯法的呢 例如他如果堵塞了一些走火通道 又或者是他在那个 潜见了在那个公用地方 霸占了一些公用地方 又或者他有一些外加的物件 是会影响到安全 全是一个消防安全 那这些就比较容易去执法 这些是肉眼都看到的 那些犯法 有一些就是中间的 那些就是要真的去 入屋看的那些 那些 但是大部分如果结构性那些 这样的情况都是犯法的 如果做到出来 离行离辣 就是出来阻止别人走火 那就有这些问题 那我见除了劏房在天台那里 阻止那些走火通道 有些就是他将自己屋里面 劏房 也有走的后满的地方 都封了 封了之后 我在电视看那个 就以为自己那里可以开到的 原来开极了 你觉得怎样 那一件事就是匪夷所思 是啊 真的很离谱 住在这里的人都不知道 原来自己是没有了走火通道 那一出现问题 就发生了这些悲剧 那梁丽就除了劏房这个问题 他一做劏房 他就做了年代有些叫前建 是否这样的情况 通常劏房他都会偷位 偷位就是哪些位呢 就是走廊的位 楼梯口的位 或者走廊的位 这些位就是属于阿公的 就是城堂大厦业子 就是他共同拥有的 他就偷了一些位置 另外就是你所说的后楼梯 因为普遍的大厦都叫做 有两条楼梯 一个前楼梯和后楼梯 于是他就 后楼梯很少人用 他就把后楼梯封了 封住 就是偷了那个位置 偷了那个位置 那个间隔就很小很多 他收租就收多些 但是消防署就算去查的时候 如果不是单梯式的大厦 他都很丰鬆 总之有一条楼梯 上得到天台 都算可以了 于是消防署的法例 基本上就是太过丰鬆 就是有一条楼梯上去 就算是OK 是的 过往就是 单梯式的大厦 就会严谈一些 但是那些都做了很多 剩下一些 如果是有前后梯的大厦 他就不多来的消防署 就是说消防安全 建筑物条例 这个条例 在这里跟大家说 那些是旧楼的那些 是的 要装发生 要装水缸 要装很多楼 一定是旧楼 所有的楼梯都是 所有都要做 这个就特别是旧楼 要处理 那里他说 政府其实很有权 去做 在这里说 如果他 如果他 需要做法例规定的 最基本设施 所谓 热火桶 热火桶 花灑 那些什么 基本东西 照明 他说要阻止 这些违反了消防条例 那些东西 更加要跟消防条例 是 那就可以叫他 就是说 快点搞定他了 搞不定 发出一个指示 给他做 那个机制是怎样的 他就是这样 如果他去到柴园 觉得有个问题 他可以向那些业主 发出一个指示 定名就是要你在一个时间里面 完成了他认为需要的工作 包括就是在那个条例的 附表 附表一 附表一 就是关于那些综合用途的建筑物 附表二 就是一些住宅的 或者用来居住的建筑物 是的 我们主要是那些住人的地方 不是办公室那些 不外乎 就是加一些消防后车 警报 照明等等 那些特别是来伙的结构分隔场 保护的楼梯 或者改善出入口的安全 和提供防火门等等 很基本的设施 花灑、鸭鹿等 杨振宇好像有一个消防命令 给大家看看 拍摄这里 好吗 杨振宇要看看 是怎样的 这个消防 这个就是 旧楼最常收到 刚才陈律师说的消防指示 要求大厦 要一年内履行到的命令 其实是很难的 一年都不知道 能否找到业主出来 是的 好 计读一下内容 等大家知道 指示是怎样的 简单来说 就是要建筑物的拥有人 必须在该建筑物内尊城附件 所指的消防安全建筑规定 就是要跟回五七二章 就是刚才陈律师的指示 其实他说的很简单 第二句才是重点 是怎样的 就是你不做就罚你了 一经定罪 就第四级罚款 每天不做就另外罚款2500元 旧楼呢 很多公公婆婆看到这些 就很害怕 很害怕 如果公公婆婆看到很害怕 那些消防 那些批准人士 即是其中消防署的人 他去查的时候 为何不是大部分都帮他 看不合的那些 应该都出这些指示 那陈律师为何他 他都好像不怎么做 似乎 你要问消防署为何 他本身是有权去申请命令 如果有人不执行的话 就可以去做了他 然后收回钱 这个条例 梁例很有趣 第五八七二章二十条 就说 政府不会因为在做这些事情 做漏了 就负责的 政府是无需承担法律责任的 第二 获授权人员 那些做这些事情的 部门 或者人员 都是无需承担个人法律责任的 或者是某一个人 如果做漏了 或者没有走 基本上就是要 大家提高警觉 自己做 但是要他们自己做 三部的大厦 又不会做到 杨振宇是否这样的情况 一定是做不到 为什么 这个法例已经弄出了 叫大家去做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譬如 大厦有10户 假设你肯消防命令 假设要花50万 假设 有两户 或者三户 你永远都找不到 你想想 那七户八户 会不会够钱 帮那三户手去做 因为法律上 他们就追不到 不出来的三户 即是阿公要出钱 但是没有阿公在 就要大家科款 要他出来 他就避了 但是消防署应该有权 就是把那张单全部盯上 就是帮他 因为就着这件事 我们直接问消防署的区长 我们要求他 可不可以按照屋宇署的 类似的做法 对 拆潜见或者危险物 你先拆了 屋宇署就问每一个业主去收 消防署就是说这条条例 是不适用的 他们不会这样做 他也没有写明他有这样的权 是吧 也不会告诉你 那梁例 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以先做了 这个情况 除了袁正义所说的消防署是这样 其实机电署也是这样 我们在私人大厦里面 就有几个部门 就是 各自为政 各自为政之外 只得屋宇署才有一个权力 那个权力就是 当你发了命令给你 你不做 政府就帮你做 于是在你业子的名册 你不交钱 就会钉你去 但起码就满足了法例的要求 那只屋宇署可以做到 消防署不可以 消防署和机电工程署都不可以 比如说你的电线很煤 冷能 用光了 很残舊 机电工程署同样都会出一个 命令要你去做 但是内韩 好像杨正义所说 就是没有业子冷华法庭 没有管理 谁去组织 那各自为政 谁去招标 就是大家去 王天打掛 去找整件商 没有的 没有的代表性 就算凭几个人 肯够钱 另外不交钱的 够钱的业子 都没有权去追回不交钱的业子 因为没有业子冷华法庭 所以头痛就是这里 核心问题 根本就没有一个 好像屋宇柱的机制 是的 即是如果有这个权 或者我们改例 改例 改例 就是先帮你先 然后慢慢跟你 逐个收回钱 对 因为每个业子 在土地资策所里面 都有个业子明察 都是库房 向他们收回钱 其实屋宇柱都有这样做过 我们区里面的大厦 都有这样试过 所以这条法例 看起来很苛刻 每个月 每日罚你 几千 那里写几千 每日罚二千 每日罚二千 很严重 二千五百元 罚第四级罚款 你其实 你梦足了这些消防条例 可能都是一万多千元 每户已经搞定了 你十日 已经二万多 五天的货子已经搞定了 那为什么这样做呢 就是当时 在立这条例的时候 我们也有出声 要求他们 好像屋宇柱那样 内韩又是政府 又是各自为政 他就 他就 他有他状 对 对 就你现在这一件事 就这样 出的消防安全 那个叫 符合消防安全令 是 如果是第一种 轻微一点的 才去裁判官那里 就是 出一张传票 新闻 所以 其实不是完全没有用的 如果真的去告 去裁判法院去告 可以执行 是 有这个权 但是这个个别告 就是 告了整座楼的人 是 要政府才有这样的资源 去找那些人 去逼他们去做事 但是这个你 你只知道 一坐楼 杨振宇就知道 例如一坐一梯四伙 七层高 就是四七二十八户 这一告 就告了二十八个业主 一上到裁判官那里 就二十八个人 站在那里 排排错 一数到二十八 英文字母有多少个 二十六 数到A到Z 再加二 然后就这样来 告他们 有些人就不在香港 所以有二十多个 整个庭都满了 如果一告了 大家就 鬼殺及吵 是这样的情况 其实也可能有一个情况 就是找不到 是 今次佛完又走 下一次回来再佛 永远一个循环 他们也是做不到 是 而且佛不是很重 一般来说 那些佛去就再 二千元 二千万 好像扔垃圾 那样 他跟着 又是做不到 做不到 那接着又 那怎么办呢 我想在逮捕人的过程 好像警察那样 调查 去找那些人出来 那梁礼刚才提到的 好方法 或者是 告完之后 不如就帮他们 做完先 做完先 是 这个 这是挺有创意的做法 是 还有 这个就是对于裁判官 官安部过拳 第六条 第七条 就是 如果去区域法院那里 就可以申请 就是 正如说 把那个地方 有部份 就是 禁止别人来佔容 就是去 拿回那些单位 是 拿回那些地方 或者清理 那些地方 不要封了天台 在这样的情况下 做这些要钱 应该是政府做的 政府做的 政府做的 不如做后就要收回 好吗 因此 他说 人手不够 这些不是很逼切的东西 因此就走到哪里 但现在是杀到迷身 杀到迷身 也不是今时今日 加利大厦十年前 当时都说到很好听 因此又出现这样的事情 加利大厦之后 真的有很多改善 是吗 打算立了这条条例 还有消防条例的改善 令到不会有这个 就是 逃生无门的情况 但今次又是这样出现 这个悲劇 我们下集 就回来 继续讲一下 这个三毛大厦里面 出现的 劏房 和 潜建 和偷位 等等的情况 引致 如果是有 那么多种 死人 淋楼 如何去改善呢 那我们下半场 就讲一下 这个改善的方案 好吗 那我和大家打个招呼 待会回来 你好 扶贫致富 在2011年4月至7月 举行了一系列有关贫穷问题的研讨会 RTV就这个议题 制作了一共八集的专辑 并请来来自国界界别的嘉宾 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有兴趣的朋友 请留意RTV的网上更新 欢迎大家回来讨论 这个叫做 旧楼危机 杀到埋身 这个题目 刚才我们讲一下 这些大厦 叫做三毛大厦 又没有管理 没有维修 又没有法团 这样的情况下 引致很多大厦的劏房 禁建 封了走火通道 违反消防条例 又丢楼 又有火灾 这些情况 我们这一节就讲一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知道那些问题如何改善 逐步去处理 先来杨振宇讲一下 你觉得是最有效的改善 这些情况 应该是怎样做 你接触那么多的法团 居民 当然 政府经常说 我们都建议就是 如果业主做得到 自己去组织去管理 成立业主立法团 或者你这么厉害 找到所有业主出来谈 那当然最好自己做 但是很多旧区的情况 发生了这么多意外 都是一个老问题 他们自己组织不了 管理不了 当然最有效的 都是政府去做 就是由政府去做 这是最有效 但是现在政府的想法 都是由先由他们去做 而且后来都是由他们去做 所以第一个最重要是由居民去做 第二个更重要是由居民去做 第三个也是由居民去做 是不是 所以就是做不到 对 做不到 梁丽 你的认为 其实都是说回 刚才都带出的问题 就是因为没有管理 没有法庭 于是乎做不到维修 那便会出现这些 这么旧楼的历史倉疤的问题 其实在03年 八年前 已经向当时的民政事务局 和民政事务局长 都写了一个建议师给他 就是就战这些问题 其实政府可以 我们俗称叫小区管理 是什么来的呢 小区管理 好像万能打单 小区管理就是 其实政府有例 他不行使 法例是呼吁权力 就是三四四章里面说的 没错了 那三四四章说的 就是当那栋大厦 自己的业子 不可以去管理他自己的大厦的时候 政府为了公众的安全 政府是有权去介入 于是乎政府就找一些管理人 政府可以委任一些管理人 去管理这些 他自己业子管理不到的大厦 又危害到公众的安全的大厦 其实政府是可以这样做的 又是奈何了 政府就没有 有权有法就不会行使 这就出现了这个原因 你的所谓小区管理 简单来说就是 全香港现在18区 18区每个区 再分开一些很小的 叫做 舊区才有 新区 分开 例如李深水埗 南昌起义 南昌又分开东南西北 清清楚楚分开 每个区都有 每一个地方都有管理人 要是有业主闹法团 要是管理公司 没错 如果任何人都没有 就由政府委任管理人 没错 总之每一个区都有管理人 是 这是属于强制管理的开始 是 其实法例上有 没错 没错 于是乎 有了管理人的时候 管理人就可以去委派 去招标 去收钱等等 管理人就可以做了 他的角色 基本上跟业主闹法庭一样 他又做了业主闹法庭的事 就是这样 这叫小区管理 类似接近去到强制业楼 强制管理 强制维修这样的情况 是吗 差不多 但是 要政府介入 其实我们文协 小区专业管理 就希望不是直接由政府介入 最好找一些NGO 找任一个NGO去管理 即是非政府机构 但是一定要有权 最重要的是 如果他们没有权 就像现在状况 都有很多NGO 在旧区帮忙成立法团 但是搞来搞去 搞来搞去 最后一个问题是没有权 业主不肯出来 他们也是做不到维修 解决不到问题 现在三四四章的所谓权 就是根据公契 由业主开业主大会 去委任管理人 主要是由法例去配合 这个授权的安排 就可以小区管理 是的 陈律师 就这个 刚才提到的 三无的情况下 第一 就变成三有 由无便有 其中的管理 他唯有想到 一是强制管理 一是小区管理 等等 这个在法例上是否行通 三无问题的核心 就是无法管理 你现有的法例 也都 政府是有个角色 也有权 不过 他没有运用到 或者没有好好运用到 最精洁就是要有人管理 是的 要管就是要钱 为什么又不是那么多居民 又愿意自己成立法团 或者找管理公司管 因为管理费是贵的 可以这么说 如果是小区管理 管理费就不算是贵的 为什么呢 不会贵的 现在的赌垃圾 每户都要给100元 赌垃圾 唐楼 没有业组楼 100元 除了三十日 一天是三个三 对 那些阿姐上去赌垃圾 没有业组楼 我发展的唐楼 每个月 只赌垃圾 都要100元 如果你再给多 又发团 不是100元 给多一百几十元 其实你的大限 安全了 房子又升值了 这里基本上 拉上保鞋 拉上保鞋 是值回的 已经物有所值 最重要的是安全 没错 所以 如果有人和他管理的时候 他多出百多元 他有制的 是没问题的 我们接触区里面 那么多大厦街坊 会谈过 不是由他去做 最好是有人帮他做 没错 他更好 因为管理大厦是一个很专业的部门 知识 普通我们香港的市民 第一又要上班找食 第二 就是这些 牵涉到财务管理 法例上的三四四的管理 结构上的管理 如果说专业人士 至少要六个学位的专业人士 才有效去管理 律师一个 结构工程师也要 会计师也要 电工程师也要 很多东西都要 整幅建议都要专业人士 整个大厦都有很多专业人士 这三个有 一般我们说 有管理公司 有便是一个 维修管理 看着那里 不会阻塞消防通道 符合法例的情况 由无便有 中间遇到什么困难 为什么这些都不能够做得到 亦都是说回 就是找不到业主 这个是最致命的商 就算现在推出一些 成立法团 已经是资助了 有三千元资助的 你和他们开很多会 楼宇更新大行动 有资助 有钱给他们收 但是有些大厦 依然是成立不到法团 歸经究竟是什么 找不到业主 第二 第二有些业主 就不理 放了租出来 做劏房 租了给人 总之 根本不是住在那里 收钱就可以 拿钱就一定不行 那座大厦里面 住的是租客 不是业主 业主就不走去管 所以便是没有人管 如果是一火烧起来 烧的就是租客 两个都有 其中也有三分一 四分一是业主 但是大多是老业主 还要走得不太快 真的很麻烦 由三毛 变成三右 还有其他要配合 才能改善 旧楼陷阱 都是说来说去屋宇署 消防网署要做事 他们要加强巡查 根本 究竟政府 我相信他都未必知道哪些地方 可能有这些 禅建物 他自己都不知道 或者他都没有一个 一个彻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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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彻底的彻底的 一定要有 另外就是 遇到这些 禅建物的时候 或者危害到安全的物件的时候 你不要又说去理讯 又怎样怎样 你真的要 下手下脚去执行它 还有如果要这个权力 加这个权力 应该就立法 立法会那里 议员都不会阻止这个立法 刚才你那个建议 你去简化 大家了解一下 例如看我们的节目 有些学生做功课 是什么意思呢 是怎样 令到消防署有的权 令到他先做了 再去分摊 是怎样的 有两个部分 先说政府的部分 其实他可以怎样做呢 就是说 当相关的政府部门 比如说消防署 或者基电工程署 他发出一些命令 要求小业子 要去遵守的时候 当然就给他一个限期 如果这些限期过了之后 小业子不可以 有能力去满足法例的要求 政府部门 正如刚才所说的部门 就应该去直接加入 安全第一 先做了先 政府应该好像参与 满水办一般 有个联合办事署 由屋雨署 消防署 民政署 基电署 四处 联合办事署 四处联合办 对 于是乎 至少在安全的角度中 又可以提高很多就业机会 兼且不担心收不到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那层楼的价值 不懂得走人 那层楼的价值 怎样都比维修费大 所以不担心那层楼会走 于是乎政府老早 应该提出这个建议 等于一倍 对 第二 第二 就是 现在这些劏房套房 就是 偏离来 离来 离来 因为屋雨署 没有一个工作守质 即是 行内叫做作业守质 即是有一个监管给他们 照着做 即是说 你劏房 你劏得 你要有一个走火的通道 那幅度要有多少,規格是怎樣,用什麼物料去做,兼且要有一些受過經驗培訓,拿了牌的,上過課的人才可以開工去做 這個想法是很新鮮的,接近劏房的理順政策,規範法 劏房未必是結構性的,未必是違法的,不過要申請 現在小型工程實施後,要有一個認可人士,先進入圖織給屋宜遲,屋宜遲批了才可以開工 房後就像小型工程的做法一樣,容易做,兼且安全的程度,一人有人認頭 最重要是有人認頭,專業人士,叫政府認可人士,政府發出認可人士的排庭,屬於專業人士 他認頭的意思是,經過他專業的判斷之後,他是OK,加上他進入圖織,規格的東西 被屋宜遲看了之後,屋宜遲又批了,可以開工 於是,不會出現什麼走火通道,不行,肯定肥的人都要側側駁走,都行不到那條路等等 即是,那些門… 你不是答應我,我就不要肥 楊振宇,他剛才說,梁麗說的,有沒有補充? 他也說到是一個,一個置本的方法 少少補充,其實最好,舊樓的結構已經有問題,最好就不要拖 即是,有結構問題就不會拖? 那個安全系數,當然他自己的工程師,他會… 他會做的,他會計算那條數 做的,做成SERC,一間屋宜遲都覺得他沒有問題 還有就是這樣,即是,現在安排接近強制驗樓的情況 每一座樓,如果有一個盈海人士去做一個,現在七年了嗎? 十年了,十年了,要做一個… 劏房不包,劏房不包,劏房不包 如果他又要強制驗樓,現在的安排 那些工程師,每在大廈就像驗身一樣 就知道他應該做了什麼改善工程 再配合一個強制的管理的話 是不是兩方面就能夠解決這個消防陷阱的問題呢? 其實就絕對是,但是最好一件事就是 起碼自行組織到那班,自己組織了先 因為其實很慘的,有些業主想出來做 奈何就是配合不到其他人找不到,諸如此的原因 到最後呢,因為強制驗樓,最後被人強制才去做 第一呢,就是可能會先上庭,有機會面對法官 第二呢,成本一定是增加了 楊振宇提過很多次,就說是找不到那些業主 找不到而已,但是那些業主是不是有些方法呢? 就是用授權書的方法去授權一些其他住的業主 或者其他人也可以的 當然就是,如果人找不到,你也找不到他授權 為何找不到他呢?那業主就移走民 有些人直接不當這間屋是一回事 他收租他就出現了,其他就不找到 甚至說,根本不收租,就走了去 所以為何那麼多的業權侵佔就是這樣 所以,歸根結底也是需要 如果去到這些情況,就要有政府的介入 就是找一個管理人,去代其他想做事的人去做 那現在要成立法團呢? 梁麗基本上就是有業主同意,開業主大會 三成就可以了 有七成的就盡量找授權,是嗎? 都能找到嗎? 是這樣的,其實呢,他有心被你呢 那些業主不在那裡住,他可能就透過地產去收租 或者一個代理人去收租 那些舊樓的情況是這樣的 是的,業主根本就不會出現的 有人跟他收租 即是我們如果在冷氣房那裡指尋涵拼 不知道原來根本是找不到的業主 那於是,有些業主是有心去給你 因為成立法團是叫做結社自由 他有權是不成立 或者,依視乎你去找那個業主的時候 你跟租客找業主 租客會說,業主是私隱 他沒有義務要告訴你,業主在哪裏 但在土地自刷廁裏面登記的業主的名稱 就是他那個單位的地址 但那單位的地址 他就把這個單位拋了房間 出租了,他就不知道住在哪裏 依視乎你想找那個業主 不是那麼容易找到 在這裏要呼籲一下 大家看到舊樓那麼多危機 業主其實都應該出來組織 楊鎮宇在這裏是否覺得是這樣的情況 你不理自己的話 最後的危機就是理回你的 自食其果 不要說你不在這裏住 就不當一回事 假設不在這裏住 有個慘劇發生 譬如說最簡單 現在經常說外場結構有問題 跌了個石屍下來,跌到別人 你又沒有法團 又沒有買到保險 如果倒中下來 不要說律師 不要說醫生 或者其他人 倒中陳律師 專業人士的話 這麼年輕 分中有天文數字 要你去負擔 即是你弊家庭 那些單位現在市值大概有多少 那些舊樓 五百尺來講 五千多元一尺 前一陣子就說收購的時候 是九千八百元而已 但如果不是收購 一般來說都是四千左右 四千元一尺 有些三千而已 即是市價來說 當你三千元來計 五百尺就一百五十萬 用一百五十萬的單位 如果你一跌下來 要賠幾千萬的 只有二十四個單位 這樣每個單位都賠掉了 差不多渣都沒有了 一夜之間 連單位有的市值都沒有了 蒸發了 所以都是要出來管理一下 這個時候 除了這個 只要說三毛轉為三右 再加上一些政府介入 還有什麼需要來注意 政府應該改善 梁麗克 其實是社會的悲哀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公屋起得少 現在還要十幾萬人排隊 於是逼那些人 住在這些沒有人道的地方 一些劏房 市區的劏房 你想想五六十尺 一家大債 租金是二十幾元一尺 拍自山頂的豪宅 二十幾元可能都是便宜的 可能有三十幾元四十元都有的 那麼 迫自那些人 又上不到樓 上不到公屋 那麼 強硬在那裡住 是社會的努力 即是一百尺地方租二千元 是的 又是二十元尺 不止 豪宅的價格 但是住就是貧民骨 除了增加公屋 還有什麼社會政策要配合呢 楊振宇你 加快一個重建補法 其實 是怎樣的 這裡 就說回我熟悉的桃光 是 是 說就說了很多年了 十幾年了 但是政府呢 說快要重建 那些街坊經常都說 十年之後有十年 十年之後有十年 那麼 就現在很多 就是剛才都說過 因為上不到公屋 其實問題就越來越嚴重 他又日久失收 又不做維修 即是如果政府肯有決心 大島闊庫 將很多的舊樓去重建 那麼問題根本就徹底改善 因為這些樓已經不再存在 大家生活改善了 其實就很安全了 類似就是以前應該有十年的建屋計劃 現在應該配合一個 就是十年或二十年的一個 很清楚的重建的計劃 這個也是 陳律師有沒有補充在法例上 其實 我上次來講那個僭建物那集 都有講過 那個劏房問題根本就是整個樓宇政策 房屋政策的問題 正如梁議員講過 就是你根本那些人都上不到公屋 有些人根本也不合資格 也不合資格 那會不會有被迫要住這些劏房 那可能要考慮 如果不合資格上公屋的 可能會有一些租金的補貼 讓他們可以有一些 比較人道一些的生活環境 即是你提到梁禮 以前是議員 現在未是議員 即是括號 剛才提到小區管理 還有在劏房方面 或者是佔建物 部門應該成為一個 聯合辦事處 有決心去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是你會在未來爭取的目標 會看看局長 林鄭局長 看看他這麼大 在這一屆任期之內 可不可以做出好戲 現在市區那邊 暫時有火災 剛剛在想到新界那邊 新界那邊要理順去 就算是這個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 這個條例是不應用於丁屋 那時候應該是小區的情況 在丁屋裏面有的一些問題 例如簽建 這些是沒有解決的 還要很有決心才行 我們總結一下 今天講的題目就是 舊樓的危機也很厲害 政府就要對於這些三毛的大廈 就是去介入 協助他們成立法團 有一個強制的驗樓 去維修方面 還有管理 最好就是小區管理 找個管理人 這樣的話 這些事情看來 還要繼續去爭取改善 否則在法例上 雖然有部份已經是有法在 但很多人有法不依 而政府的介入又不夠的時候 這些問題是時不時會發生的 楊振宇看看 好像是年多前土瓜人是這樣 今次是這樣 你會覺得政府是否責任很大呢 假設剛才說過 如果政府肯大刀闊斧去處理這些消防 屋嶼這些問題 其實我相信這兩件慘劇 都不會發生 我們希望不會有第三件慘劇 在碼頭圍道發生 上次是45J 今次是111至113號 下次碼頭圍道很長 不要下次了 不要了 政府盡快要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今天講到這裏 下次如果有任何其他 那些簽片物的問題 有關的其他法例 我會和大家繼續濕入探討 大家招呼 拜拜 拜拜